好,那感谢大家今天一起再度共同学习我们的大圣为世百法明门论 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开始 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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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渐渐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那继续讲这个为世 上次还在讲这个什么是一切法 然后讲到心法 我们今天继续把它讲完 那,诶,等一下 这个好像不是 抱歉 我看一下 这个PowerPoint好像不是我要用的PowerPoint 再发一个 大家等一下 我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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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 抱歉 这个现在群里应该有一个新的PowerPoint 大家如果是跟着PowerPoint看的就用PowerPoint 也可以跟着YouTube Live一起跟我看 好 那我们看这个新的PowerPoint 这个才是正确的 没收到吗 大家说没收到 我再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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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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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能打开吗 我这边正在打开当中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表 就是我们说法的分类 在维世中把它分成五类 那这个五类就是这边五类 上次还讲在新法 还没到二三四五 那继续复习一下就是 这个五种分类法是哪里来的呢 就是白法明门论这第一段 他直接写说如是尊严一切法无我 何等一切法云何为无我 要试图来解释这两个问题 回答这两个问题 那这边直接说一切法就分成这五种 这个叫做五类白法 这个叫做五类白法 好 下一页我们看这个讲到新法 新法就是有八个式 我们又叫他做新王 那我做了这个一个表 大家看一下前五式 就是我们的掩耳鼻舌身式 第六式上次讲说有四种差别 那在我们心中这个意识 有跟着其他的掩耳鼻舌身 一起运作的时候呢 叫做第一种明了意识 那其他三种就是他的自己 第六式单独活动 那没有掩耳鼻舌身 就比如说我们明了意识 就是我们正在看电脑 我们的头脑在这个动 我们眼睛也能看到荧幕 那另外三种就是说他单独活动 就比如说我坐在那边闭着眼睛 然后想一些其他事情 这样就是其他三种 那其他三种又有分定打坐的时候 在定中还有这个妄想的独散 还有另外一种妄想 但是是在梦中妄想 好这就是上次的复习 那第七莫纳意识上次也说 他就是很与这个各种烦恼相应 然后他会执着第八阿赖为是 认为是我这个概念 好上次还没讲到第八阿赖也是 那今天开始来讲他 第八阿赖也是是什么呢 这个阿赖也中文的翻译就是藏士 他这个藏这个字有三个意思 这边写第一是能藏 第二是所藏 第三叫我爱之藏 那这边要理解说 他虽然有三个意思 但是他是一个体 不是说我们阿赖也是 用切分割来成为三个东西 他不是 他只是三种不同的功能 在阿赖也是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阿赖也是的三意 好这个阿赖也是 我们通常在佛法里 我们常常会讲到说 这个我们在做一些熏息 在种这个种子 那这个都是阿赖也是的功能 只是可能阿赖也是这个字 不常听到 只是我们熏息这些各种的习气 然后种子会现行 种这个种子下去 以后会有什么果报 都是讲的这个是阿赖也是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功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三种意思 到底是哪些内容 能藏所藏五爱之藏 第一个这个能藏呢 就是讲说他能藏种子的功能 那这个种子我们要先理解 他不是真的说像种树一样 就是一棵种子种进土里 他不是真的有种什么东西进某一个地方 我们要理解说这个种子只是一种业力的功能 因为我们在做各种的善恶无忌的这种业的时候 做各种事情都会留下一种痕迹 那这种业力他会留下来在某一个地方 那这个功能我们就叫他作为种子 要不然我们会从这一世转生到下一世 那如果是以为是这个业力藏在身体里 比如说藏在这个肉体里 那我们死掉应该就没有来世 也没有这种业力的功能 但是我们看得见说 有些人他就是生出来可能福报好啊 然后有些人可能长得特别高 特别帅特别美 然后家庭美满 那这些都是因为前世这些业力的种子的功能在现行 而且从前世这个继续流转过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阿拉耶士的功能 所以我们在佛教不会认为说 有一个真正的这种灵魂在流转一世接一世 因为灵魂它这个概念好像是真的有一个主体 但是这个是它只是一些业力的一些作用 那我们因为执着这些业力作用为我 所以才会一直流转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阿拉耶士到底是这些什么功用 好 这个就是种子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功能 因为它有能发芽的这种意思在里面 它会碰到因缘就可以长出东西 就是这个果报会现前 OK 第二点呢 它说能藏是能含藏一切染进诸法的种子 它不仅就是能够种这个种子进去里面 它这个种子还可以分就是染的还有静的 染的就是这些烦恼法能有一些烦恼的 比如说爱吃东西或者爱看好看的这种爱 或者一种贪 那静呢就是说比如修行的这些染进诸法 所以它能够藏所有不同的种子 它不是只单单唯一藏一种 如果它只能藏一种的话 那表示阿拉耶士永远是干净的或者是杂染的 但是不是这样子 如果永远是杂染的 我们永远都会是恶人 我们所做所为都是不好的 但是我们是能够做好能够做坏 所以表示这个葬式里面 它能够藏的种子有杂染的也有清净的 好那我们看第三点 它能藏又有什么意思 它能够受薰持种 它能够受薰 就是像我们放了一些衣服 在一间很多香味的房间 比如说我们在烧这个檀香 或者烧橙香很香 那这个会熏到这个衣服里面 然后就算我们到时候这个不再烧了 这个衣服还保持这种香味 所以我们在前期是在运作的时候 做各种分别 认识外境 对它做出反应 这些业力的功能都能够熏息到这个葬式里面 然后它会把这个功能保存下来 所以叫做受薰 然后又持保持这些种子 这是能藏的一个意思 好那它最后写 犹如大海能纳百川 犹如宝库能藏宝物 那就是大海这个批语很容易理解 所有的这些一切 我们在做的所作所为 都融入这个大海里面 它都会保存下来 那这个像保护一样 一个一个宝物都放进来 这个就是能藏的意思 再来我们看所藏 这是阿拉耶诗第二个意思 第一个是能藏 第二个是所藏 好 所藏为什么是所藏 能藏就是它有这个功能 那所藏就是它那个藏的地方在哪里 或者它藏的功能是什么 那这边种子所藏之处 第一个是讲说它能藏的这个功能 第二个讲的是所藏之处 那前期是还有跟它一起现行诸法的熏悉呢 它会成为这个种子 就是说叶的力量 它能够被阿拉耶诗所藏 就是说它要有个地方给它藏起来 那当然我们不能真的理解为 有一团东西我们一个一个种子给它种进去 我们讲这个是一种概念 因为它是一种功能 好 它也是比如说 犹如江河壮水同归于海 又如重宝能藏于宝库之中 就是它跟你第一个讲的是这个功能 能藏的功能 第二个是所藏的这一个部分 好 那第三个叫做我爱直藏 这个名字比较特别 因为它我们讲第八阿拉耶诗 藏士的主要意义是取第三个意思为正义 就是它是主要以第三个这个意思 来成为第二八阿拉耶诗藏士的这个名字 因为这个功能最强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功能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功能叫什么 第一点阿拉耶诗的见分部分 被第七莫纳士执为自我 第七莫纳士爱直阿拉耶诗见分为我 好 这一堆意思就是说 我们阿拉耶诗 它在运作的时候 有一个部分 会一直持续下去 那这个持续的现行功能 会让第七莫纳士以为说 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我 就是我现在想要吃什么 我现在要听这个powerpoint 然后我等一下要去做什么做什么 就是因为这些种子现行 它一直很流畅的流下去 它没有中断 让这个第七莫纳士以为说 第八阿拉耶诗这个部分 是一种很像我的功能 所以它就执着起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阿拉耶诗见分的部分 被第七莫纳士执着成为自我 所以叫我爱直藏 那我爱直藏的过失最重 所以呢 直藏意是正义 就是你执着这个仗势 你执着阿拉耶诗 这个是最重的过失 所以呢 这个就是叫我爱直藏 那我们要修行的时候 就是看第三点 八地菩萨时 第七是不再执着他 他只说这个阿拉耶诗 那当我们第七是不再执着阿拉耶诗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阿拉耶诗就不叫阿拉耶诗了 因为阿拉耶诗现在就是用的名称是在凡夫位这样子 可以大概这么理解 当然这个再讲下去会很细 可以在其他机会里面我们再另外讲 因为这个是维持基础 我们就不继续讲这个东西 但是有这个果位正到什么时候 能够转世成智转多少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只要知道说 修行到一部分 这个阿拉耶诗 你就不会再执着他了 你就不会认为说这个东西是我 那你这个修行就是到达很高的境界了 好 这个就是阿拉耶诗的三个意思 那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他就是记得第八阿拉耶诗有三种意思 因为就是他有这三种功用 那最过失最重的就是武爱直肠 所以我们将这个武爱直肠 这个功用把它认定为阿拉耶诗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们讲葬世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讲这个的功能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总结我们八个式 我们这个八个式就是心法 好 灰色写着说八式是心的别名 是精神作用的主体 那八是什么 八就是有这个八个嘛 数目 式是了别的意思 因为它有认知作用 所以是能够了别东西 好 前五式就是了别五成的境界 就是了别外境 那眼睛对色 耳朵对声音 那鼻子对香 然后舌头对胃 身体对处 这个就是五成 那前五式的功用就是了别这个五成 第六式呢 它就是分别力最强 活动范围最广 变缘一切法而其分别 它不仅能够来分别前五式取进来的境 而且还能够自己活动 然后取自己想出来的境 或者想象出来的意念过去的 或者是取五式所取来的境 所以它这个到处都能够活动 所以它说最广 因为一切法都能够成为第六式分别的对象 那这个就是第六式 第七式 莫纳式 我们再看莫纳就是思良 因为它整天都在思良 思良说第八式是我 好 在有路为凡夫的时候 这个莫纳式横与四根本烦恼相应 并且执着第八式为我 这是凡夫众生的标志性的特征 就是这个第七莫纳式 这个第七莫纳式修行修行 我们就是转式成智 它会成为一种智慧的功能 我们就不再叫它为式 因为式它这个是在凡夫位的定义 那这个就是第七莫纳式的功能 我们整天会认为有个我在这边运转 就是因为这个第七莫纳式的作祟 就是原本明明好好的 我可以认识外面的境界 就正确的判别它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我加进去 那这一个部分我们就 把它叫做第七莫纳式 执着第八式的部分 这整个东西我们就叫第七莫纳式 比如现在我在看这个经典 我在看这个为式 好那明明我可以就是直接摄取进来 这个法意 看这个佛法好好的看 但是我现在就是要用我的判别去看 说我记得以前某某佛经讲的是 好像跟这个有这个字是稍微不一样 还是说某位法师也讲过这个 然后就开始这种我的概念全部印进来 我们就会想要去判别 说这个是怎样怎样怎样 那这个都是我 这个第七莫纳式在作祟 可以说它是一种像眼镜的东西 我们看外镜 我们可以看好好的看 但是我们非要戴上一层我的眼镜去看 就是这个第七莫纳式的功能 那最后就是第八阿类耶士 就是刚刚讲的葬式 它含藏诸法种子 生起万有诸法的所依 那我们要跟外镜互动 还有自己种种的法要能够作用 都是因为我们的阿类耶士 有这一方面的种子才能起作用 所以比如说以前 我们就是常常供养花 供养佛 还有看到别人都会心生欢喜 虽喜赞叹 那这个种子种下去的时候的因 这个因缘的因 这个种子的因都是觉得别人很好 看起来很漂亮的这种因 那当这些因终于成熟的时候 发芽 那这个果报就是说 下辈子可能长得就特别好看 所以这个就是第八阿类耶士的功能 它就是负责把这些 我们平常做事情啊 造善业恶业 无忌业全部塞进去 这些种子业力的功能 到时候有一天会发芽 那还没发芽以前 它就是藏在这个葬式里面 好 这就是我们八个式的作用 就在这一个表里面 那我们再继续总结 我们前六是一根立名 就是说我们的眼根耳根 它为什么叫眼根耳根 因为它就是这个眼睛嘛 那这个是它升起来的时候呢 它可以叫很多名字 但是我们就是依它的根立名 就是说眼根 然后生事的时候呢 我们就叫它掩饰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说 它就是一根立名 好那前六是一根立名呢 它这个六是都通善恶无忌三行 就是前六是都可以做善的业 恶的业还有无忌的业 这三个就是说我们造业会分三种种类 我们所有一切造的业就是分这三种种类 那前六是这三种的业都可以造 那我们看第二点 虽然是本身是了别是无忌的 但是因为是生起时相应的心所不同 能够使是成为善恶无忌 就是是生起来本身是一个很neutral的东西 我这个是生起来就生起来了 但是呢为什么它能够造善恶业 因为刚刚之前有讲的心所法 会跟着心一起相应 那心亡生起来就像一个亡 那他需要很多臣 就是他的属下要来帮他一起做事 那这些属下心所他会有不同 比如说他会有贪嗔痴啊 或者是这种好的善业 就是像惭愧啊 这种定或者是专心修行的这些 这些方面的心所 那这样子会使这个是生起来的时候会有不同 所以是虽然了别本身没有善恶 但是当他生起来的时候 他不能独自生起来 所以既然不能独自生起来 他就会有一些心所跟他一起 那要看心所本身是哪一种 那这样子会成为是他生起来的时候 能够造的业是哪一种 这个就是前六世 那我们看第二个绿色的点 第七世以作用立名 第七莫纳世就是说思良 所以我们直接把思良这个范文的名字 直接叫做第七世 第七莫纳世 那他的性质是什么 他叫做有负无际性 那之前讲的 所有一切业都分为三种性质 那无际他本身就是说 他不够强烈 为什么会一个业 他不是善也不是恶 因为他很弱 他很弱 而且分辨不出来是善是恶 所以他叫做无际 那弱的定义就是说 他能不能够造成你下辈子一种果报 能够投身为下辈子的果报 那这边无际他又有分两种 一种是有负无际 一种是无负无际 那负这边就是我们看 负等于障碍圣道解脱 所以无际又分两种 我们在做无际的业 比如说无际就是不善不恶 像走路一样 走路他不善不恶 你就是在走路 这种是一种无际业 那有负无际就是说 他虽然不是善也不是恶 但是他会障碍圣道 也会障碍解脱 就像睡眠 他很想睡觉 虽然睡觉他并不是善恶的 因为如果你身体需要睡觉 才能活下去 那这个本身是善的 因为你要就是来修行 那这个睡眠不是善也不是恶 如果是恶就是你整天放异 不想起来做任何事情 那这样可能是恶的 但是呢 这个睡觉本身可能障碍圣道 因为他就是在浪费你时间 比如说 那这个就是有负 他就是会障碍 这个我们修行 这个我们修行 所以就是第七世 他是有负无际性 因为第七世他不够强 能够自己造各种善恶业 所以他是无际 但是他的无际的性质 又是有负的 就是他会障碍你 因为他整天在做这个 这个跟别人相应 跟别人的不好的法 相应的这种作用 好那这是第七世 那最后一个第八世呢 他也是以作用利明 第八阿拉耶世就是藏 就是藏 那他就是依这个藏的功能 依这个保障的库 这个保库的这个作用来利明 那第八世是无负无忌 无负就是说 他不障碍圣道解脱 那他必定是无忌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第八世要能藏各种种子 他必须是无忌性的 如果他已经是善 那他进来的种子都是善了 他不能藏恶的种子 那如果是恶呢 他就必须进来的种子都是恶的 但是不是这样子实际上 他实际上善恶都能藏 所以他必定是无忌性的 所以是种子本身有善恶 但这个藏世本身是无忌 那无负无忌就是说 他不会障碍圣道 因为他就是这个功能 他就是藏这些种子 好 那我们大概了解说 这个八个世就是他能够造这个善恶无忌的业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心事认知活动的功能 好 那继续看我们这个 第六式 第七式 第八式的继续的总结 好 再继续总结 前六式的作用是分别 那分别就是色身相位处法 为他的所缘境 所缘境就是认识作用的境界 认识作用的对象 这个境就是对象 那第七莫纳式呢 他就是以第八阿赖耶式为所缘境 又同时将其直为自我 就是第七式 他会把第八阿赖耶式 作为他认识的对象 并且以为这个是我 好 那第八阿赖耶式呢 以种子根生器杰为所缘境 就是第八阿赖耶式 他所藏的东西 就是各种种子 然后他会让我们现在 这个生命能够延续下去 这个叫做根生 根生就是这个身体 他让我们身体能够延续下去 不会说突然没有事 直持他就会散掉 那这个人就死了 还有气界 就是外面的这个环境 也是由事所限 所以他这些都是阿赖耶式的所缘境 就是阿赖耶式所认识的对象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比如说 现在前面有一些好吃的东西 那我们前六式去就是去做分别 我们眼睛看到 哦 这个是一个蛋糕 然后我们试就会去分别说 嗯 我大概觉得说这个蛋糕是可以吃的东西 好 那第七莫那试他会做什么事 他就说心里会执着 第八阿赖耶式 因为他有这种功能 他会说嗯 对 蛋糕是一个我很爱吃的东西 然后我必须要让它吃进肚子里 我才高兴 所以第七莫那试就是有这种 认为有个我 然后他会让第六式也成为染污的 因为让第六式的判断错误 他会让第六式以为说 这个蛋糕就是我爱吃的东西 他不会说看到蛋糕就是蛋糕 他会说嗯 这个是我爱吃的东西 那第八阿赖耶式就是 让你站在那边能够做这些一切事情 还能够去看到外界 所以这个他们三个各种配合 让我们能够对外境产生认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八个式的功能 好 这一页写 八式合为一心 一心分为八式 犹如一棵大树 阿赖耶式如树根 莫那式亦式如树干 前五式如树的枝叶花果 就是他整体来讲是一棵树 你不能说就是说树枝就是树 或者说树根就是树 就是他全部合起来才叫树 但是树有各种不同的功能 那这个就是用这一个心 就是像一棵树一样 那心里面我们会给他分各种功能 这个就是我们把它分为八个式 这个就是一种举例 好 各有特点各具作用 密切关联非一非意 就是我们不能说树根就是树 但是它是树的一部分 也不能说一棵树就等于树根 也不能这样说 但是它们都是互相有关系的 所以必须说它非一非意 它就是不是一个东西 也不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就是树根与树 不是一样一模一样的东西 但是呢 它也不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它也是树的本身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就是八个式的关系 那这个我们心作用 就是这八个式在作用 那我们这个八个式 它在作用的时候 就是它要取境界 那我现在要起认知了 我要去有一个对象 去做我们的语言的这个动作 就是去认知这个动作 那它还有不同的方法 那我们看这个绿色点 八式圆取境界的能分别 还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还第一写自信分别 第二随念分别 第三季度分别 当我们起认知的时候 对一些境界起认知的时候呢 会起一种分别 才能去了别它 我们才能去认识它 所以去认识这个东西的时候 还会分为三种状况 这个就是三种状况 好 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有这三种状况 因为有一些分别是正确的 有一些是不正确的 好 那我们来看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这边写了什么 好 第一 自信分别 与当下 现前所受的诸行自向而起分别 当下就是说要 就是现在 不是刚刚已经发生过的 也不是未来的 就一定要在当下 就是我现在正在看 这个powerpoint的眼睛 正在做这件事情 这个当下 不是说我看了 我现在想了 前一页讲什么 那个已经不是当下了 这个是当下 然后现前所受 就是我们的诸根 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 身正在受 现前的这个境界 那现前的意思是说 他必须要在我们前面 不是说在很远的地方 然后我去想象他 就是他必须要在我的眼前 而且我的事直接 当下 并且又现前的认识他 那我现在手上 我拿着一个杯子 就是他现在是当下 也是现前 不是说我现在当下 但是我现在想着说 我刚刚拿一个杯子 不是这样子 那这个珠形的字像 就是所有有违法 他有一个自己的像状 就是杯子 就是杯子像状 剪刀是剪刀像状 那眼睛看的东西 就是看到他的像状 这个就是字像 然后要起对他起分别 来认识他 要去了别他 这个是一种分别 那这边写example 当下看见手中 现在拿着的杯子 就是他这个定义是 必须要是当下 并且是现前所受 好 这个是字性分别 那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种分别 因为我们还没有 对他起一种 其他的另外一种 怎么说呢 分别心 我们常常在佛教 喜欢用分别心这个字 说不要起分别 这个分别心不好 我们要平等心 不要分别 但是这个分别 其实还有分不同种类 这边写的 所以我们讲的 不要去起分别 其实不是讲说 不要起字性分别 因为字性分别是需要的 因为没有字性分别 你就不知道 那个东西是什么 你就像一个 你就像一个 叫做照相机一样 你能照那个像 但是分别不出 里面是什么 因为你没有这个 心事升起来 去做认识的功能 所以你还是要有 这个字性的分别 对他本身的东西 字像来起一种认识的功能 这个就是字性分别 好 那就是我们有字性分别 我们就是有这个 是在作用 要不然就像一个照相机 咔嚓 然后前面一个井 然后照相机也不知道 前面是什么井 就反正照下来 那要去认识里面 看到是什么 这个就是字性分别 第二随念分别 随念分别是什么呢 与习曾所受诸行 追念而起分别 那习曾就是往习 就是过去 曾就是曾经 就是以前所受的这种各种有为法 就是行 就是讲的是各种有为法 那追念而起分别 就是我们要去想 要去思念 要去意念这个东西 那习曾所受 就是以前发生过的东西 我们去追念 然后去分别 这个东西叫做随念分别 那么比如说 回忆在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一件事 那这种东西我们常常做 就是这个随念分别 当我们去想一件事情 发生过在自己身上的呢 然后去思考这个东西 这个动作就叫随念分别 比如说 小时候 小时候没有电脑 然后我们就在想说 以前我们要 这个沟通 还要拿起一个笨重的电话 去这个打电话 好 我想了这个境界出来 那这个画面呢 就是我们对这个认识 就是叫随念分别 因为我们这个分别 不是在现前当下 而是从记忆力拉出一个东西 来做这个认知 这个就叫随念分别 那这个跟自信分别的不一样 就是第一 它是过去的 一定要过去发生 然后去追念出来的 不是说现在取它一个东西 真正的自己的相状 所以这个东西都还在 发生在 可以说发生在自己的 新意识里面 好 这个就是随念分别 那第三种 记度分别 记度这两个字 之前也说过 记度就是说 计较 度量 推度 就是要去 比较比较啊 推度推度 然后起出来的分别 好 这个第一点 与过去 现在未来之不现件事 丝构而起分别 那与过去 现在未来 就是说 它三事都可以 你可以就是 不是当下 也不是过去 是未来 那没问题 如果是现在也没问题 过去也没问题 那之不现件事 就是没有在 你面前现出来 就是不是现在 也不是现前 所看到的 所接受到的事 丝构而起分别 就是完全是想象出来的 那这边举的例子 就是没有看过 而是想象出来的东西 那这个想象出来 而无战争 我们没有人 真的去过 乌克兰的战争 场面 当中 也没有 就是在那边 打仗 那我们现在 听说有个 乌乌战争 我们心里 就有一个画面 有一堆人 在跟 这个坦克车 搏斗 OK 这个就是叫做 嫉妒分别 我们自己 撕构出来一个影像 然后去 做这个认知 这个就叫嫉妒分别 那这个就是 过去 现在未来 我们可以想 想出一个未来的事情 比如说 过不久 乌克兰可能打胜仗了 然后 这个 俄罗斯退回去 OK 那我们想象出来 这个画面 那这个也是一种 季度分别 但是是未来的 那现在也是可以做 这个季度分别 比如说 现在 我现在在想象说 加拿大现在几点几点几点 我现在也是做一个季度分别 是现在 但是它也是撕构出来的 因为它不是当下 在我面前 能够取这个东西 自向 就是它真正在我面前 能够现行 所以这个就是 撕构起来的 好 那这个三个就是 有三种分别 那我们整天说 哦 你不要起分别心 这个就是 我们不要起分别 这样不好 我们一定要平等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通常讲的 这个分别是 不要你季度分别 不要季度分别 因为这个就是一种打妄想 那随念分别 就是说 有的时候我们必要 有必要去回忆一些事情 这个是随念分别 那自行分别 就是说 通常最好的状况 就是能够都用 这个自行分别 就是当下 现前对它认知就好了 不要去 从这个上面 再隐身各种各样的 妄想烦恼 那这个就是 是 原近 是去认识一些对象 就是境界 能分别有三种的情形 好 那这个就是三种分别 这个是一个表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 总结 那前五是 它只有自行分别 这边打个勾 前五是第一自行分别 它没有随念分别和季度分别 比如眼耳鼻舌身 它就只能认识这个对象 然后呢 它不会说能够有思考下一步 或者是从未来想象出一些东西 然后去认知 因为它没有这个功用 我们现在眼根 去看到一些色 或者耳根 听到一些声音 然后生起一个耳式 这个就是 认知以后有的自行分别 然后耳式不会再继续 制造出一些别的东西 那能够制造出别的东西 这个是第六式的功能 或者第七式的 那第六式 就是有自行分别 有随念分别 也有季度分别 之前说第六式活动范围最广 就是因为它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它能够自行分别 就是它能够认知一个念头 好了 但是它还能够去想象别的念头 也能够去思构 没有发生一种完全幻想的念头 好 第七式也有自行分别 它也有随念分别 因为当第六式去回想过去的时候 第七式也跟着紧紧的 因为它以为那个就是它 它以为这个是我 这是我的记忆力 我现在回想一个memory 这个memory 我在干嘛干嘛干嘛 好 这个就是第七式 好 第八式它只有自行分别 之前讲了阿拉耶式第八式 就是长种子的功能 那它就是只有认知 这个象状的功能 它不会去随念 也不会去记度 OK 那我们现在大概更了解八式了 那八式它因为是非常复杂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为是中有给它解释的非常清楚 因为为是中讲的就是是 这个为是嘛 那我们新式起作用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给它分成很多个部分 因为为了要解释新式的作用 解释的很清楚 我们给它分不同的aspect 那我们给它分为四个部分 这个表我们写新式在最上面 好 新式它要起作用了 它必须要有个对象 然后它也要有这个功能 那这个对象就叫所缘 功能叫能源 所缘 这边写 指新作用之对象 就是认识作用之对象 然后能源右边写的就是新还有新锁 它是具有认识作用的主体 那我现在起一个是 我的能源就是我的这个演示 然后我要去看这个荧幕 那我的荧幕就是所缘 等一下 这个表好像在大家荧幕上没有是不是 看一下 OK 这个表在 有些人打不开PPT这个表 那就请看一下 YouTube 里面 这个表 因为有些人的这个软体 可能打不开这个表 好 谢谢反馈 那下次我们看看 是不是要确认一下这个表 能够在 iPad上面能够开 好 那可以看到这个表的呢 我们就是在讲说 心事要起作用了 比如说我现在演示要起作用 那他需要一个所缘镜 就是作用的对象 那刚刚举的例子是荧幕 那能源就是这个演示 能够具有认识作用的主体 我们把这个所缘的这个对象 就叫做相分 因为有四分 我们把这个是的作用分成四个部分 那这个就是每一分每一分 所以 这个所缘的这一部分 我们就把它叫做相的这一分 所以叫相分 那能源呢 它又有 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往内缘的这个部分 还有往外缘的这个部分 往内就是往自己心事去缘 往自己的心事里面去照见 那外缘就是要去对外面产生认知 那对外的这个部分 要去产生认知 我们叫它这一部分叫做见分 就是他想要去见外面的境界这样子 那内缘呢 就是它有分两个部分 叫做自证分和正自证分 那每个心王就是心事 还有心所生起来的时候 都有四个分 那我们就是来解释一下 这四个分是什么 好 这个表应该大家电脑能打开 不能打开的可以看一下YouTube 那这个表就是心事认知外境的时候呢 会有这个能源还有所源 心事产生认知 一产生的时候会立刻两个分出来 就是因为它这个事要有作用 就会要这么的去操作 好 心事产生认知 咔两个出来了 第一个叫做向分 一个叫见分 向分的部分 它就是很类似我们想要去圆的那个法 所以叫四法 那向的意思 这个向就是向状 它就是我们的所源 那刚刚讲的这个例子是演示 那这边举的例子就是说 比如我们要去看一个桌子 就是我们要去取这个桌子像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所源境 就是向分 那下面绿色这个就是第二部分 心事跳出来 它要去做认知作用的第二个部分叫见分 这个很像是一个我 所以叫四我 就是我现在看荧幕 会有两个部分在我心事作用 一个是很像是我要去看这个荧幕的这个我 这个叫见分 然后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荧幕的这个部分 就是叫向分 好 那我们见分就是建造 是能源的这个部分 它这个功能就是有这个能作用 还有它作用的对象叫所作用的对象 叫所源 能认识了知向分的作用 就是这个见分的作用 好 那我们看一下向分 它为什么又有一条线出去 因为向分它是一个相似法 它不是真正的那个法 那相似法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看右边写 亲所源源 就是我们要真的去认识外境一个桌子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能认知到的 只是我们心事所现的一个相分 很像外境的一个法 很相似外境的一个法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像很像很像 桌子的一个影像 这个就是相分 那这个是唯一我们的心事 能够认识到的东西 我们能够认识到的东西 就是这个影像 我们不能认识到真正的桌子 除非我们是佛之类的 我们这个凡夫就是这样子去认识 因为我们就是事要去这样子现 好 那这个我们是怎么把桌子 变成自己看到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前蓝色写 书所源源 就是它是远很远 离我们距离很远叫书 那亲所源源就是它很亲近我们 就是它是亲近的 一个是远的 所以叫书 一个是很近的叫做亲 所源源就是所源的那个对象 我们要去认识的对象 那个叫所源的源 所以可以理解为所源的法 那这个所源的法就叫所源源 好 这个桌子在外面 它是一个书所源源 因为我们离它很远 我们没办法真正去看到这个桌子 那这个桌子它是本质 其实它本来的这个桌子 叫做本质相分 它是离我们很远的 那为了要去认识这个桌子 我们先是要去抓取这个东西 变出一个镜 然后来认识这个镜 好 我们变出来的这个影像 就叫做亲所源源 它会在我们心事里面 构造出一个很像外境桌子的东西 好 然后我们去圆这个桌 这个影像桌子 不是真的圆外境的桌子 这个东西叫亲所源源 它是叫做影像相分 因为它是影像 它不是真的那个本质的桌子 好 那这个就是心事所显的桌子相撞 那整体来讲就是说 当我们要认知的时候 我们永远不能认知到真正的那个东西 之前讲的桌子就是 它是一个无情的物 物质 它是不是一个活的东西 那如果是一个活的东西 我们也不能去认识到它真正的那个人 比如说现在我看到 比如说我看到我母亲 好 那在我认识的这个母亲里 我抓取过来 它外面这个人呢 是一个殊所源源 它本质是那样子 但是我抓不到那个本质 我只能抓到这个母亲的影像 然后我去认知这个影像 在我心里 好 那这样子就是 为什么说我看到我母亲 还有一个外面随便一个路人甲 看到我母亲都有不同的感觉 因为我们没有人能真正看到这个母亲 它本质 它看到就是它心事里面所显的一个种子 那它的种子可能只能看到我母亲的这种外形 那我对我母亲有各种不同的种子 所以这个我看到我母亲的感觉 会跟别人的感觉不一样 因为我知道这个是我母亲 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看到这个 这个人的本质 所以呢 大家老是会有这种吵架 或者分别心 认为这个东西 会有不同的意见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人能够真正认识到 那个东西的本质 如果能的话那我们就都是圣人 然后没有世界不会有争吵了 大家都是慈悲互相对待 那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这个是让我们众生起烦恼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因为我们整天都是在自己的影像里面互动 所以这个我们能认识到的永远是一个影像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表主要想要表达的 好 那刚刚说有四分 就是见分 向分 自证分 政治正分 那这个剩下两个是什么东西 好 看自证分 就是证明见分与向分的作用 刚刚说我这个心事生起来 我要去产生认识作用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像我的这个四我就叫做见分 然后去认识一个很像法的四法叫做向分 好 那心事里面怎么确认说这个事情发生了 而且认识是正确的 就是有个这个东西叫自证分 它证明见分与向分的作用 那见分刚刚去认识向分 那这个作用谁去证明呢 这个自证分去证明 好 那第四分叫做政治正分 它就是证明自证分的认识作用 它等于是对刚刚那个自证分来认识向分和见分这个作用 还去再次去证明它 我们就是开始产生认知了 好 那这个认知产生 但是我们要确认这个事情 就是说有个自证分在作用 那谁去确认自证分没有搞错呢 就是有个政治正分 那谁又去证明这个政治正分没有搞错呢 不是有个第五个叫正正自证分 没有 就是自证分它会去再次证明政治正分 所以他们是互相证明的 我们不会说永远的一直下去 会有再下一个再下一个 那这样子就像那种 可能大家看过那种镜子放在一起 就会互相一直照照无穷尽 所以不会发生这种状况 那我们心事就是这样子的运作 就是每次心事一起来 就是有四个部分在操作 我们只要大概了解说是这样子的状况 好 自证分与政治正分互相证之 那这样子就不会发生说 会有永远像镜子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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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好那这一页我们就是最后一页 然后今天就讲到这里 四分的总结 它是依于心事活动的时候产生的功能作用而安利的 就是说它是因为有这个作用 我们才给它放一个名字 然后叫这个作用 叫一个名字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说真的心事蹦出来 然后切成四块 不是这样子 就是心事活动 然后有一些功能 把这些功能安利不同的名字 是这样子 好 它不是有真的变成四个 好 式的结构虽分为四分 但是四分都是心法 八式心王 很有各自相应的心所 都具有四分的作用 所以我们要了解能源所源 皆不离心事 这个就是为事想要讲的 都不离我们的心事 最后一点 所以说自变自圆 那这个整个我们所认知的世界 还有认知的宇宙 还有人生 就是一个自变自圆的状况 这个就是为事想要去解释的 然后很细的去解释 然后当我们认知这个东西 然后去操作修行 让我们能够证到 真正它所讲的这个理论以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一切东西真的都是为事所限 都是自变自圆 所以一切的自己的烦恼 都是自找的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我们不要为这个外境 感觉说一定要去改变它 或者那个人老是让我起烦恼 其实这个都是一些影像 然后我们对这些影像 起很多不同的分别 然后把自己搞得很难受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为事 好那我们解释完这个四分 就是事不同的作用以后 我们其他的内容留到下次再继续讲 那今天大家听这个事的细说 还有没有一些问题 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到这里就结束 OK好那看来大家都对这个四分说 都算还蛮理解的 就算不理解没关系 下次还会做一个很快的复习 那今天我们就回向 大家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 好感恩大家 那我们希望对为事越来越多了解以后 这个心中很多很多一些影像 都只要知道他是影像就好了 不要对他起大的烦恼 快快乐乐的 自在 好